火箭前党员邱光耀的漫画《禁书令》被撤销后 阿克马和不爱就立马表达不满 不过,郭素信秀反向 应该放下过去的成见,向前看 完整新闻,请看8月14号的《百格大事迹》 晚上好,我是姓龙 内政部虽然已经撤销行动党前党员邱光耀的政治漫画 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禁书令》 但是,巫统最高理事不爱 还有巫卿团长阿克马大感失望 并且强调,巫统必须要继续反对邱光耀的漫画 如今,火箭领袖已经发生了 行动党副主席郭素信反对不爱和阿克马 要求政府再度查禁这一本漫画 并且促请他们尊重司法独立和法院的判决 同时捍卫言论以及出版自由 也是市部地区谷会员的郭素信就表示 法院已经发布了完整的判词 明确宣判这本书不含有 如内政部长宣誓书当中所言的煽动内容 郭素信认为 大家应该放下过去的成见向前看 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优先 专注在振兴国家的经济 那么针对不爱声称 这本漫画书美化了成品 以及传播共产主义 郭素信就要求不爱 应该仔细地阅读法官的判词 法官已经采取这种指控是 纯属自须无有 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此说 能吉里设自动提款机ATM 成为补选的争论课题之一 较早前 土团党的副主席穆浩姆拉斯 就指国阵控制能吉里这么多年 却没有办法为当地的人民提供提款机 要等到补选的时候才来宣布 而武统丹州联委会主席阿末加兹兰 就对对手嘲讽财政部 宣布为能吉里选民 准备ATM的行为是表示遗憾的 他促请拉斯 不要来能吉里补选逞英雄 与其对ATM福利意见多多 倒不如好好地交代选区 因为伐木而面对的问题 阿末加兹兰回向拉斯 根本不知道单中名声问题所在 顾好自己的不成选区就可以了 同时也质问拉斯 一年365天 有多少天是在吉兰丹的呢 之前在外国求学工作 现在却回来讲 要去旧国就吉兰丹 马来女歌手 阿法哈尼的23岁哥哥 尼扎阿凡 8月13号晚上搭电照车出门 到巴生苏丹苏莱曼体育馆 跑步之后失联 家人从手机追踪来寻觅下落 最后追踪到的位置是在巴生第三大桥上 距离体育馆大约是5公里的路程 在今天凌晨大约1点50分 家人在巴生和大桥上 发现到了尼扎阿凡的手机和钱包 但是钱包里头的银行卡 以及现金不见 家人检查了尼扎阿凡的电话 并没有显示他和其他人有争吵 或者是借贷的记录 阿法哈尼也说哥哥在失踪之前 并没有表现出奇怪的行为 那么尼扎阿凡的离奇失踪 是让家人担忧不已 因此在社媒发文 希望集众人之力寻找他的下落 另一方面巴生南区警区主任谢洪芳 今天早上证实警方接获了投报 无论无核到结稿为止 还没有这一名失踪者的消息 百个在这里也请大家留意 失踪男子尼扎阿凡 他的身高大约是175公分 身材瘦高 他是一名歌手 活跃于舞台表演领域 如果大家有看到他 或者是掌握任何的消息 请你赶紧的联系警方 全国总警长拉沙鲁 丁今天强调 警队高层绝不容忍警员的任何违规 和违反纪律的行为 同时他也透露 相较于2023年全年 今年上半年 和警察违规及违反纪律相关的 调查文件数量是有所增加 自从 Januari到 Jun 2024 人数量1760 人数量1665人数量 人数量2023年 人数量5.39% 人数量 人数量 全国总警长认为 警察廉政与标准执行部 JIPS 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 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防止警察违规行为 在警队内部 蔓延成毒瘤 他也说 及早发现不当行为 就能够采取纠正措施 网络上和尚媒体 充斥着各种仇恨评论 威胁性的信息 或者是假账户 当你遇到网络霸凌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 社媒分析师 马拉公益大学UITM的副教授 沙拉金纳沙米 接受新报访问的时候表示 忽略未知的信息 并且截图骚扰信息 是推荐大家的做法 而且要切记 在不看不读的情况之下 删除这些信息 同时永远不要点击 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沙拉也建议民众 可以截图骚扰和霸凌言论 一向警方报案 因为这些网络霸凌者 在意识到 可能为自己带来麻烦的时候 会自己删除这些评论 或者是照片 还有一点大家注意 沙拉建议社媒用户 在发布任何图片前 应该仔细地思考 那些想要伤害你的人 可以利用这些照片作为弹药 让你的生活变得痛苦 所以不要发布任何 可能损害你生育的内容 想要买房投资不踩雷 那就不要错过 新车日报和律生市 再度携手合作的 产业投资座谈会2.0 8月24号星期六下午1点 就在嘉莹 Certudo Ticardang 展销郎 到时候两位嘉宾 包括加德楼馆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 兼持牌人张伟岳 以及产业估价师 王水峰 将会详细解析 如何利用经济数据 评估嘉莹的战略位置 和投资潜力 以及教导大家 如何识别和避免 房产投资当中 常见到的陷阱等等 产业投资助谈会2.0 现在已经开放 免费报名 所有出席者将有机会 获得精美礼带 名额只限100人 先到先得 不想错过 那就赶紧报名 或者是在办公室间 拨打03-7965-8532 查询详情 接着为你带来 其他的新闻内容 设在敦拉萨镇 可容纳100只猫的 吉隆坡首座猫公园 正式开幕 欢迎民众前来逗猫 或领养猫咪 吉隆坡市政局执行总监 社会经济发展 伊斯玛迪表示 这个猫公园的设立 是为了解决仪器动物的问题 即流浪猫食物 住所及治疗 控制在公共场所的野猫数量 以减少公众滋扰问题 猫公园即日即每天开放 时间是早上11点到小6点 小1到2点为休息时间 民众可以在猫公园逗猫 但禁止喂食 领养费用为70令吉 包括狮子治疗 及接种疫苗 至于200令吉的领养费 则是包括狮子治疗 接种疫苗和结扎 中国籍父子越过马路被撞 酿一死一伤悲剧 死者妻子王伟今天到马六甲 办理领事手续时 哭成泪人 家属希望在8月15号 死者投棋当天能够回国 配合儿子刚庆祝生日 及放属下 53岁死者李永贤 以及12岁儿子 8月5号首次跟随旅行团 到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玩 此料在回城前一天 发生意外 父子辆8月9号晚上 从甲州商场 越过塞阿多阿兹路回酒店时 被一辆执行轿车撞到 父亲当场死亡 儿子则是受伤 孩子之后随团回国休养 肉佛八珠八峡至丰盛港路 第49公里处 日前发生交通意外 一辆宝藤汽车停下 等待交通灯转绿时 马赛蒂突然从后方直接撞上 并继续向前行驶 马赛蒂司机之后被摔出车外 直到摔倒在分界地上 当场死亡 G卵警局主任巴林指出 警方在8月13号晚上 接获免众投报 涉及的两名汽车司机 年龄都是68岁 其中马赛蒂司机陈嘉林 因为头部受到重伤 当场不治 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四一之一条文展开调查 今天的百个大事迹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视频 我们下次见 ProMillionMagActive 善意万变 掌控自如 So pay少 保费付费更少 全民保障不便 让您以全新方式 掌控您的医疗计划 遇知更多详情 请浏览 www.prudential.com.ma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